海地总理约瑟夫7月7号说 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白宫当天表示 美国正在对这起针对海地总统的悲惨袭击进行评估 美国领导人将听取相关报告 据美联社此前报道 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深夜闯入海地总统莫伊兹的私人公寓行刺 并开枪至其身亡 莫伊兹的妻子也受伤入院 因伤势严重 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海地总理约瑟夫谴责了这种可恶不人道和野蛮的行为 并透露一些袭击者使用西班牙语 他表示 海地国家警察和其他相关机构已经控制了局势 另有消息称 在海地总统遇刺后 该国首都太子港国际机场当天的多趟航班已经被取消 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下令关闭国境 加强边境地区巡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 据报道 海地总统遇刺后 该国首都国际机场关闭 海地总统遇刺后